汝阳王府 高一兄在两天前就知道玉璃修夫的事 他心里是开心的 你们说现在永城侯没了媳妇 本郡主要不要去安慰安慰啊 郡主 那永城侯配不上您 王爷说了 如果郡主胆敢再提永城侯 王爷就要把我们全都发卖了 你去告诉我父王 我要嫁给陆北周 如果我父王不答应 我就死给他看 我都要看看 他汝阳王想不想背负 逼死袁配嫡女的好名声 绿萍去前院求见汝阳王时 年轻的小王妃正好也在 他和汝阳王听完绿萍的话后 汝阳王一怒之下 把王妃最喜欢的宴台砸了 二十出头的小王妃见状 只是淡淡看了一眼 然后在心里给汝阳王记了一笔 砸吧 你现在砸多少 我以后就让你赔更多 我和王爷知道这事了 你先回去刺货好郡主 四十岁的老男人 长得高大壮实 只是和二十岁的王妃坐在一起 就有一种 美女和野兽的感觉 既然她想要嫁人 你成全她不就得了 费劲 她在这里和自己过不去 还砸了我最喜欢的宴台 哎呀 灵儿 我不是故意的 我赔 我马上赔 玩犊子了 忘记自家小王妃 到底有多难缠了 上次把她的发簪甩坏了 她离家出走 她可寻了整整一个月 才把人寻回来 这一次 可是她最爱的宴台 不用你赔 赶紧同意这门亲事 把高宇清给嫁出去就可以了 要不然我带着肚子里的孩子跑了 让你再也找不到 高宇清心狠手辣 向来看不惯自己 老早就想要除掉自己了 她现在怀孩子了 可不敢把她留下 真 真怀上了 她年轻的时候中毒 就算最后还活着 也伤了根本 找了很多的大夫和太医都没用 她再也不能有自己的孩子了 所以原配死了之后 十多年都没有再去 直到两年前 欲经魏灵儿 她被这个古灵精怪 又有点坏的姑娘吸引 费尽心思 用尽手段 才把人娶回家 而娶回家之后才发现 魏灵儿居然会医术 还天天要自己喝药 而喝着喝着 她家小王妃竟然怀上了 高飞 你居然怀疑我的医术 没错 我怀上了 孩子是别人的 你的女儿 你要留着 就继续留着吧 我可不敢留 我担心啊 会一尸两命 谁敢伤害本王的孩子 我弄死他 那就先弄死你女儿吧 你 你 我 落